大家好,这节课呢,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Lowrunner里边 相对没那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集合点 为什么说集合点它相对没那么重要呢 因为它的一个适用场景呢,比较特别 它并不适用所有的性能知识的这个手段 集合点这个东西呢,它只适用于用来进行并发测试的时候 什么叫并发测试? 那前边的话,我们其实也给大家简单介绍过一些性能测试的一些手段和方法 比方说我们要去做负载测试,做压力测试,做容量测试等等 那么并发测试呢,也可以称之为性能测试的一种手段 那么并发测试它的一个特别之处啊 它跟负载测试,压力测试,或者说这个容量测试,稳定性测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并发测试它主要用来 主要关注 这个 大用户量并发的时候 这边大家听到这个概念,其实现在可能会比较模糊 我们做性能测试所有的不都是要去关注大用户量并发吗? 其实这一点没错,但是这个并发的话呢,其实它有两个层面的一个概念 第一种并发 它是属于所有用户都在发请求 都在给这个咱们的备车系统发请求 这个没有问题,这也算是一种并发 第二种并发呢,所有用户都在 提交同一个请求 这是一种,事实上是一种更严格意义上的并发 所有用户都在发请求 但是并不是说这些用户同时都在发同样的请求 比方说我们有一些用户可能在打开手艺 有一些用户呢,它在做登录 有的用户在发帖,有的用户在回帖 因为我们一个系统其实是有很多功能模块的 当然呢,里边也有各种各样的很多的请求 并不是说所有的用户在同一时间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当所有用户在同一时间都在提交同一个请求 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事实上这种并发呢,它其实是相对更严格一点的并发 它相对于这个都在同时发一些请求而言呢 它们的一个目的就只针对同样的某一个功能 我用这么多用户一起来做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对当前的这个功能模块 进行一个更加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并发测试 如果说假设我们有一万个用户 有30%的在操作A模块 有30%的在操作B模块 有40%的在操作C模块 那这个时候其实上对系统来说 的确是有一万个用户在访问我 但事实上呢,相对于A模块来说 事实上同时它只有3000个用户在用A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性能测试呢 就会有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呢 当我们在对这一万个用户进行性能测试的时候 由于他们并不是同时在同步的发生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如果说我发现了系统的一个瓶颈以后 有可能啊,我是很难完整的区分出来 到底我这个系统的瓶颈发生在哪一个模块 很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为了能够更专注一点 只针对某一个功能进行这个测试 并且呢,尽可能让他们都是在同一时间 去把这个请求发出来 这样才叫更加严格的并发 我们呢就利用集合点的这种方式来完成 那么首先呢,当然 对这个并发测试啊 大家一定要先有这样一个认识 什么样的并发测试 才是更加严格的 我们平常所谓的一些真实的情况 它其实并不是所有用户都在并发做同样的一个请求 那么所以呢,我们回到这个试用场景来说 并发测试 它是让所有用户都在同一时间提交请求 而事实上呢 我们又给大家讲了另外一个点 系统测试很重要的一点 是要想办法模拟出来真实场景 我反复的在提到这一点 因为它的确非常重要 那么模拟真实场景 我们想一下这个并发测试 或者说集合点的这种并发测试 是否是真实的场景 是否所有的用户在同一时间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毫无疑问不是 所以这个集合点不能模拟真实场景 这一点呢它也特别要注意 那不能模拟真实场景 我还测到干什么呢 所以其实这就需要 我跟我们的一个测试目标 一定要有所关联 我们为什么需要来做并发测试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要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性能数据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当我们发现系统有平静的时候 我们更容易去定位到到底是哪一个功能模块出现了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用户就只专注做这一件事情 比方说是登录的话 我所有用户都只做登录这一件事情就好了 这样呢我就可以看到 当我有一万个用户都来做登录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我有一万个用户都来做发帖的时候 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就可以针对不同的一个模块 我能够得出更精确的一个性能测试的数据 那这种数据呢 事实上呢 它并没有能够很完整的来评估我们的整套系统 因为它是不符合真实场景的 所以这种并发测试 它得出来的这些数据 仅仅是让我们能够知道 到底系统的瓶颈在哪里 系统如果说出现了一个崩溃的情况 那么到底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那其实呢 所以这个并发测试 它本身 可以理解为 它其实是属于压力测试的一个子集 什么叫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是指我们 不管这个系统能承载多少用户 我们的目的就是 用很多很多用户去压这个系统 让这个系统出现瓶颈 或者让这个系统崩溃 我们呢 需要知道 到底系统崩溃的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关注的是系统是怎么被我们给玩死的 这是属于压力测试 那并发测试呢也是同样的 我们并发测试测试来的这些性能测试数据 它是没有办法来评估综合的系统的性能的 比方说它在响应时间快不快 它的这个带款够不够用等等啊 它没有办法很真这个准确的来评估 它更多的呢只是为了来看 当系统出现问题了以后 我们呢用并发测试来更专注的进行一个 这个模拟 来看系统到底是哪个模块导致的问题 或者说呢 在什么样的场景下 它导致了这样一个问题 更多的是来解决问题的 这是并发测试和集合点的一个实用范围 这一点请大家务必理解 否则的话呢 我们在做性能测试的时候 很容易被这些 这个功能 或者说呢 被这些概念给给搞混淆了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做负载测试 是为了来评估性能指标 所以啊 我们要评估性能指标 一定要做的是负载测试这种类系 什么叫负载测试呢 就是我要去评估 当它有100人的时候 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000人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万人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而且所有的呢 都必须要是真实的一个场景设计 当然啊 再重复一遍 所谓的真实场景是 也只能做到尽可能的真实 不可能完全真实啊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最终用户 那么我们要去做这样的 前面讲的一些模拟场景 这些其实更多的都适用于负载测试 那么压力测试呢 它更多的在于去关注系统崩溃的时候 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便于我们呢能够设置更合理的一个预案 这个前面其实我也讲系统测试一些概念的时候呢 也给大家专门提到过 那么并化测试呢 关注的是对某一个功能模块 我呢要模拟呢更加严格的并化 压力测试 它并不一定说我只针对某一个功能模块来测 我还是跟负载测试一样 其实性能脚本测试脚本都不用怎么太大的变化 当然了压力测试里边 我们还要不要思考时间呢 其实也是可以不要的 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说这个数据准不准确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给系统足够的压力 那么有了思考时间 其实压力就小了 因为它会暂停 给服务器的压力就小了 所以压压压测试呢 咱们不需要思考时间 那你说老师 我就想要 我就觉得思考时间好玩 我就想在压力测试里边用行不行 那当然你要这么做 我们都没办法 也不是不可以啊 那么无非就是这样的 你可能要达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你要需要更大的压力 没有这个必要而已 那么并化测试呢 我们是为了模拟更加严格的并化 更加相对严格啊 应该是这样理解 因为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绝对意义上的严格并发的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因为即使是我们同一时间从客户端提交请求给服务器 但是这些客户到达服务器的时候 他们的先后顺序也都是不一样的 对服务器来说 有可能有一些用户先到了一点时间 有些用户后到了一点时间 也没有办法做到严格的并化 所以只是相对来说 更加严格的一个并化而已 那么稳定性测试呢 稳定性测试 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就是长时间 标准用户数 比方说我们测出来 最佳用户 假设是一万个人 这是系统的最佳用户数 什么叫最佳用户呢 所谓最佳用户是指系统处于最佳状态 那么这个最佳状态怎么来评价 我先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后边其实我们还会专门来分析这些东西的 这些东西啊 其实就不是工具本身要去解决的问题了 我们虽然说学的集合点这个功能 其实它是属于Lowrunner本身的 但是在它背后的所有的这些关系 Lowrunner都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性能测试的一个 其实比工具本身更加重要的一些这个思路 和咱们的非工具以外的这种手段 这个东西用对了 我们的性能测试才有价值 这些东西如果搞不明白 把Lowrunner这个工具弄得再明白 其实是没有任何一点意义的 标准用户数系统处于最佳状态 比方说我的CPU呢处于一个670% 780% 它呢用的用了以这个CPU的资源 但是呢又没有用到CPU的极限 90% 100% 这样相当于我们向上CPU呢 其实还有一点空间 但是呢也不会说让CPU处于 只用了10% 20%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说明就在浪费CPU嘛 我们完全没必要配置这么好的CPU 所以它的最佳状态就是呢 处于啊比较好的一种这种利用率 同时呢又没有到达瓶颈 包括像贷宽也是一样的 我们假设是10兆的的话 那现在呢处于七八兆啊 百分之基本上就是四分之三左右的一种状态 所有的这些资源呢 其实都是处于一个利用率相对比较高 但是呢有没有到达瓶颈 包括响应时间 假设我们呃 希望的响应时间就在五秒钟的时间 那现在的话呢 它基本上也就位于五秒钟的时间 而其他的一些硬件资源啊 软件资源啊等等啊 都是处于相对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就是充分利用 但是呢有没有又向上了 还有一些上升的空间 这种时候呢 其实就是属于一种最佳的状态 而这种最佳状态测出来的这个用户数 就是最佳用户数 那当然这边也说明一下 这种最佳状态很难说达到 我们的每一个环节 响应时间也好 这个网络带宽也好 CPU也好 内存也好 硬盘数据库啊 不可能达到说每一个环节都是很很标准的 有可能CPU利用到百分之六七十 但是内存发现其实用的很少 或者说呢带宽还有很多 我们可以继续加带宽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正因为这样的一些不平衡 才会有系统的瓶颈发生 如果所有的系统都是平衡的 那么其实呢 这个系统相对来说 就会很空畅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提升用户 那同步的去增加一些这些资源就可以了 那就是标准用户数 还有一个呢 最大用户数 所谓最大用户数呢 就是某一个指标 出现极限 不是所有指标出现之间啊 我们讲这是很难出现的 同时发生 所有的资源都不行了 CPU网络这个硬盘 带宽数据库 这个响应时间都很忙 都是六六到百分之百啊 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基本上之后 只要某一个我们讲评估的一个性能指标 出现了极限 比方说CPU到达百分之一百 就只要这一点 这个时候它获得到的一个用户数 就是一个最大的用户数 那这种最佳用户数 最大用户数呢 我们是通过负载测试这种方式来获取到的 我们去测五十一百两百五百 一千一万啊 两万三万 无所谓了 我们去测 然后呢 根据不同的条件底下 我们获取到的这些性能数据 来评估 到底系统最佳的用户是多少 后边我们还有专门的课题 会给大家去分析 当我们测 根据我们测试的数据 来知道 到底系统的最佳用户 最大用户数 大概是位于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好 那么当我们获取到了 最佳用户数 最大用户数以后 我们的稳定性测试呢 它其实最 需要关注的是 长时间 它的关键点是长时间 就让这个系统 处于一种标准的压力情况下 看系统能不能 长时间的运行有没有问题 比方说很多时候 咱们开发的一些系统 由于时间运行越长 它的内存消耗越多 有些内存资源 没有被及时回收的话 内存呢 就会使用率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最后导致内存不够用了 系统崩溃 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我们呢 需要去做新的测试 因为其实一个 一个系统的运行 包括一些代码的运行 最难避免的 就是这种内存泄露 或者说内存溢出的这种问题 这是很难避免的 包括其实现在很 这个加瓦呀 包括Csharp啊 这种 不直接跟操作系统底层 直接接触的这些啊 咱们叫做这种 非托管类的这些代码 他们呢 对内存的管理 就相对于 他们管理的是自己的内存 不像C语言或者C++ 管理的 直接管理的是操作系统的内存 Csharp也好 它通过Denet的框架 来管理它的这个内存 Java呢 通过Java的蓄力机 来管理他们的内存 就这个代码呢 只运行在我Java这个进程 本身的内存当中 就是一个私有的内存 它不会 跟操作系统 本身有太多的这个瓜葛 不会说导致 我系统崩溃了 操作系统都出问题啊 基本上不太会出现 这种很严重的情况 但即使是这种 现在比较先进的一些 内存管理方式 也很难完全的避免 内存这个即时的回收 或者说出现内存依存 这种情况 我们在Java当中 其实大家如果以后能 接触到一些Java 或者遇到一些系统的时候 你可能会经常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错误 就叫Auto Memory 大家呢 可以完全去 用Java去搜索一些 Auto Memory 内存产生的一些原理 这节课咱们呢 不专门去介绍这个东西了 所以呢 我们去做稳定性的测试 那也就是需要看一看 当时间运行长了以后 因为时间短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内存本身很大 时间太短了 事实上它本身 并不见得就会出现问题 时间长了以后呢 我们才能够看到内存 它内存慢慢的 慢慢的 它可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十天半个月 甚至一两个月都有可能 这个内存慢慢的在往上走 最后出现 到达它的极限 CPU到达极限 大不了慢一点 但是内存一旦到达极限 系统只有一个方式 就是崩溃 没有别的一些处理方式 所以呢 我们要去进行稳定性测试 评估它的一个 长时间的一个情况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稳定性测试 长时间除了说要去考察 这个内存这些指标以外 事实上对其他的一些指标 长时间的一个考验 也是同样的道理 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现在可能大家用手机 都会有一种感受 就当我的手机使用了几个月以后 甚至我们自己电脑的操作系统 硬件配置还是那样的硬件配置 但是当我们电脑 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或者装了一些软件应用以后 它就会变得比较 比较慢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 其实呢 跟我们的这个稳定性测试 是一样的道理 那当然了 关于性能测试里边 还有像容量测试 所谓容量测试呢 就是去测试 当我的系统处于大容量的情况下 其实它跟压力测试 有一点类似 但它更多的关注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模拟 当我这个系统用了很长时间 模拟系统长时间运行以后 的一个性能状态 比方说我的系统运行了一年两年 甚至三年是五年 这个时候系统用户很多了 那么这个数据库里边保存的数据也很多 甚至一些文件 系统服务器端的文件也越来越多等等 当这种容量特别大的情况下 我的这个系统的性能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呢需要去模拟出来 当这个系统它长时间运行了 很长时间以后 但这个系统的性能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怎么模拟呢 我们就通过容量测试这种手段 比方说我们强制给数据库里边 塞很多的数据进去 其实当我们的数据库数据量大了以后 系统的性能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原因很简单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关系型数据库 咱们的这个关系型数据库 它的这个查询 包括对数据里边的数据的所以 虽然说啊 也会现在的性能也做得很好了 包括我们硬件配置本身也高了 但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现在呢 在这个数据库里边的某一张表格里边 我保存着100条记录 我要从这100条记录里边去查一个 查一条记录 那么它最多最多花的时间 无非就是查询100次 到了最后一次 我才查到有某一条记录 平均所花的时间呢 就是50次 有可能呢 我第一次查到的就是我想要的记录 有可能呢 是最后一次查到的 才是我想要的记录 那么平均所花的时间呢 有可能要查50次 但是当我这个系统里边 有一亿条的记录的时候怎么办 那平均的所花的查询时间就变成了5000万条 5000万条和就是5000万次了 5000万次和50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差别很大 我从100条数据里边去找一条 我花 假设花这个10秒钟时间 那对应的 我从一条数据当中去找一条 那要花多长时间 这个我们完全可以算得出来 花的很长很长的时间 这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数据库的这种 当然这是我们讲的啊 最简单粗暴的一种估算 那他就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就乘以就10秒钟乘以这个 1亿除以100吧 那就是要花这么多时间 那么基本上呢 就是属于是这个1000万秒 1000万秒啊 这是很夸张的一个数据了 但现实情况不可能这么夸张 因为数据库呢 有他内部的一些运行机制 数据库的这个查询性能啊 其实是考验一个数据库 非常重要 这个数据库管理系统到底 性能怎么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了 比方说查询很多大数据量的时候 他的一个响应时间怎么样 那么这些关系型数据库呢 他其实现在有很多一些性能优化的方式啊 不至于说这么慢 但是呢 这种数量级一定是差别很大的 所以我们呢 需要去模拟出来 因为系统运行几年以后 他肯定会到达一个量级 我们呢 通过容量测试去模拟 系统有很大的数据量的时候 包括如果说硬盘里边 一样的当理 我们数据库里边 通过CQ语具去查询 他呢 会去查找索引啊 会去查找这些关键字等等啊 甚至呢 通过全文索引的方式 他都可以去 有一些性能上的一些这个优化和提升的 这个没有 本身没有问题啊 但是呢 这种提升很明显 找100条和找1条 这个差距肯定是有的 这个我们不妨啊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数据库 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行了 你同样的一条CQ语具 在100条数据表里边查询 和你在1条的数据表里边查询 我们完全可以知道 到底他花的时间差别有多大 这是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就可以评估出来 那同样的 对于数据库的容量是这样 对硬盘的容量 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硬盘里边 某一个目录底下 比方说假设我们这个系统 有用户上传的一些文件 它一定会保存到某一个目录底下 当我的这个目录底下 有100个文件 和这个目录底下 存放了一个文件的时候 对于在这个目录底下 我进行硬盘寻止的时候 它的所花的时间 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去做容量测试 那么关于这个性能测试的一些 方法和手段 那么主要我们平常用的比较多的 其实也就是这几类了 那么由于集合点 我们要去真正了解集合点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要了解这些 为什么需要集合点 那么它是关注于并发程式 那么并发程式跟其他的性能测试 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 这是我们这些个 专门花了一个时间 给他去做的一个铺垫 否则如果我们不真正理解 这些东西 其实不单纯理解不了集合点本身 我们做的所有的性能测试 相对来说 就相当于是完全没有目标的 就是在瞎蒙 蒙到这个对了 数据差不多了 这个可能有点作用 否则的话呢 是完全没有感觉的 就是有可能呢 就变成现在很多企业 遇到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感受到呢 现在很多企业 因为特别是我的一些 很多学生经常来问我一些问题 我就感觉包括我去给企业做培训的时候 都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是 无论是性能测试还是其他的一些技术和手段 很多企业里边的在职员工 虽然他工作经验很丰富了 但是他根本没理解这些体系层面的东西 也没有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 很多时候举个例子 他们做性能测试 就拿个工具 录个脚本 简单改吧改吧 运行个几百个用户测一下 出个简单的报告就完了 这种性能测试没有意义 也谈不上任何技术含量 所以我们去给大家讲这些东西 是希望大家真正能够理解 性能测试的一套体系 然后呢 在你什么情况下 你需要用什么样的一些性能测试方法 我们是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用这些方法 我们到底目标是什么 我们在开发性能测试脚本 来自于后边我们去进行场景设计 或者去分析这些指标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就知道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局限 或者说有什么样一些可能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要非常清楚 这种情况下 我们去开展性能测试 才像我们一回事 好 那么这节课呢 咱们关于这个性能测试里边的几种常见的类型的一个解释 咱们就先到这儿 下节课呢 咱们就来看看 针对这些不同的这个性能测试类型 那么我们怎么样在集合点的这个功能上 把它能够给用起来 好 这节课呢 咱们就先到这儿 我们先到这儿 这就是我bands 我也就这件事情